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影原标题 张仁博方华破三亿 掌闻追忆文工团岁月近日由冯小刚指导 严格林编剧 黄轩 苗苗 钟楚希 张仁博主演的电影《方华》正在火热上映中 该电影与1970-1980年代的背景 讲述了在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军队文工团 一群正直芳华的青春少年 经历着成长中的爱情 萌发与充斥着变数的人生命运故事 张仁博在电影中饰演的是调皮捣蛋的朱克 作为刘峰 黄轩氏 宇和小平 苗苗氏 不幸人生的见证者和剧情推动者 他也在那个年代绽放属于自己的芳华 张仁博掌文 追忆文工团岁月 情深意切芳华 赤诚绽放 昨日 张仁博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篇掌文 字里 行间都展现了自己 对舞蹈赤诚的热爱 出身于文工团的他还回忆了当年 自己遭遇黑暗的恶作剧 没有伤泪俱下的控诉 也没有对过去的怨恶愤恨 他平静的语气却更令人心疼 仿佛是经历过一切黑暗的何小平 正在娓娓到来自己当年的那些故事 一句我真的做错了吗 仿佛将人败进了他的回忆中 此次在电影中他摇身一遍从生活中的何小平原型 转变了电影中的朱克 却能够以深入人心的演技 诠释好这个角色 展现了他对表演的认真用心 对角色把控的精准 以及演技的沉稳扎实 与此同时 也可见他作为演员 对观众的无比尊重和对这部重现自己芳华岁月电影的赤诚与用心 张仁博芳华票房口碑齐飞 朱克获赞台此承包观众 笑点芳华作为冯小刚 导演的回归初心之作 该电影从筹备初期就备受关注 电影以来变好评不断 12月15日正式上映首日更是秒破亦 截止到目前 该电影票房已经突破3亿 并在持续上涨 与此同时 芳华 芳华影评接连登上热搜榜 也可见电影的超高热度和受欢迎程度 芳华作为一部年代电影 她所传递出来更多的内容 还是偏于沉重 因此难免会令观众感觉 倒压抑和沉闷 张仁博饰演的朱克 却用夸张的言语和逗趣的表现 让观影时 紧绷的心情得到片刻的放松 仿佛是穿透黑暗的一丝微弱光芒 虽然渺小 但却温暖治愈 一句你居然俯视我们的国雷锋的台词 更是影的全场爆笑 观众纷纷表示张仁博的朱克 承报了电影的所有笑点 实在是太懵了 上映前的芳华 曾经经历不少波折 作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她指的所有的铭记与赞颂 更使得每一个人 走进电影院去一览芳华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杨幂连续三天与她在酒店合照 网友 刘凯威呢 来源凤凰娱乐 近年杨幂事业蒸蒸日上 不但身处一线女演员 还开启工作室做起了大老板 这还不算什么 更厉害的是她所签约的艺人 更是一个比一个红 而且杨幂与她们都相处得很融洽 少女幂也越来越年轻 在知性与性感中透露着可爱与俏皮 杨幂在圈中也是出了名的好人缘 友好 闺蜜周笔唱 唐嫣 杨颖 张道大等 她们也常常晒出合照 关系密切 尤其是唐嫣 更是杨幂多年的好姐妹 虽然现在她们都有了各自的另一半 但还是丝毫没有影响到小姐妹的感情 不过人红丝飞的 近日有网友在公众平台上 晒出于杨幂的合影 照片中杨幂身着长裙脚踩高跟鞋 大袖好身材 看发布的时间都是连续的三天 都有与杨幂合影 看定位与拍照的场景就是在酒店 而且两个人的动作很亲密头靠头 这也让不少网友称 杨幂难道不考虑一下刘凯威的感受吗 根本没有将刘凯威放在眼里 怪不得此前戴着绿帽子拍照 难道这是在暗示什么 其实网友还是太心急了 遇到这种事 还是不要先忙着去评论 而是看一下此网友的微博 他的微博认证是8 杀能量公关总监 而且与他合影的明星有很多 这样的话就懂了 为什么杨幂与他关系这么好了 都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而且大秘密原本性格就好 所以与这个人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并且翻看这个人的账号 就已看到 他与杨幂的合照有很多 而且与其他的明星艺人都有合影 且关系都很像是好朋友一样 杨幂虽然前段时间与 刘凯威被传出不好的新闻 但是杨幂却始终对家庭 对孩子有责任心 她也是一位重情义的北京女生 真实不做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